最近四川甘孜一个旅游区 它有一个网红的局场 提出了过年要放九天假的提议 结果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我认为很多老板都特别反对这些说法 觉得这是败家心态在作罪 因为疫情之后百叶带心 各伤企都急着用人 他损失的时间赶紧给抢回来 所以说一定要淡化这个接下来的意识 看网红局场却急着呼吁要多放假 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败家心态 可是我们却不这么认为 首先这疫情之后因为被天雷下傻了 所以老百姓把这钱包捕得特别特别紧 连刚性需求都不消费了 可是我们很多商企是希望靠百姓的消费来拉动的 就是即便说我们能生产再多的东西 消不出去又无法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润 而节假日是商企上百姓打开钱包的最好时机 可以借实很自然的做很多的促销活动 从而降低百姓的反推销意识 亲耳就是在节夏日呢 他将他急停到一种欢乐温馨的气氛 在这种节日气氛当中啊 很多百姓呢心态就放松了啊 沉浸在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这种氛围当中啊 所以说呢平时啊我的过境的钱包呢就放松了 那本应该进行的这种刚性的交费啊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了 其次啊就是疫情之后呢 这三年啊很多地方进行了常识一段静梦啊 和各种初行的管理措施 很多心理压力啊都是特别大的 也是有很多人呢形成了心理问题啊 所以说我们增加节价值的天数啊 有利于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 让大家呢放松下来 在欢度节日的过程当中啊 慢慢的缓解压力 这其实呢也起到了心理治疗的作用